你看台湾的总统这么多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印象最深的是陈水扁 陈水扁 对 因为当时是第一次政党轮替 就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给打败了 给大陆观众所造成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民主制度所带来的震撼 最后陈水扁下台之后 他又因为贪腐进了监狱 一个总统 他因为拥有了权利不被监督 最后在下台之后又受到了司法制度的审判 所以我觉得陈水扁实际上是台湾民主制度 制度最好的教科书 这就是台湾制度当时给大陆上的一课 他其实蛮伟大 宝贝你讲一讲 我起鸡皮疙瘩 其实他是最好的素材 非常非常好